新年快乐 恭喜 恭喜 各位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2017年的农历春节就快到了 首先要在这里代表外交部全体同仁 预祝大家新年吉祥 万事如意 大吉大利 吉一年行大运 我们国家处境虽然面临许多的困难与挑战 但在国人同胞的支持与努力下 外交不同人在世界各地打拼外交的努力 从来没有停止或者松懈过 也达成了一些具体的成果 虽然未来仍然充满挑战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机会与希望 今后我们仍将尽力在国际上 为台湾发声 并开拓更宽广的国际空间 希望大家给予我们支持与指教 去年520之后 我们积极推动踏实外交政策 新的一年 外交部将继续秉持 务实稳健的原则 乐观进取 创新求变的态度 结合地方政府 非政府组织 民间团体 还有社会大众的力量 全方位拓展对外关系 并且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 深化与东南亚 南亚 与纽澳等区域内国家的合作 伙伴关系 共同追求区域的和平与繁荣 提升台湾的能见度 我们也鼓励青年朋友 多加利用外交部 为大家提供国际参与的各项计划 包括外交小尖兵 国际青年大使 以及青年度假打工等 以展现优越的公民品质 并且培养宏观的事业 及提升国际竞争力与移动力 成为连接台湾与世界的桥梁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春节假期 计划出国旅游的各位朋友 请记得行前 至领屋局网站天土出国登陆资料 出门在外 并且请注意自身安全 遵守旅行国家或者地区的 相关法律与规定 如果遇到紧急事件 不要忘了拨打免付费等旅外国人 紧急服务专线 0800 085 095 或者联络我国派驻当地的驻处 外交部以及驻外管处同仁 是各位在海外时 最坚实最温暖的后盾 我们一定会尽全力 提供您所需要的协助与服务 最后本人仅在祝福 诸位朋友 新年吉祥如意 各家平安健康 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